开个箱 这是手柄的接收器 这是Xbox Series手柄 可以在PC上使用 我主要用它来玩PC游戏 PS5手柄虽然也可以玩PC游戏 但是兼容性各个方面都是不如 这种手柄来的实惠 但是又带来一个新问题 那就是用它怎么和PC连接 有这么几种方式 一个是用有线的方式连接 我们注意看 屏幕这个网站是一个手柄测试网站 我之前分享过网址 有线的延时是最好的 你们看一下 这几乎是零延时 好 我们再看一下蓝牙 现在是通过蓝牙链接 你们看我手按到的地方 然后再看屏幕这个位置会变黑 有肉眼可见的延时 当然在玩游戏的时候 多少也会有一点延时 因为这个R2 这叫RT 这个键是有级别的 但是这个R1就是RB 这个键是没有延时的 它只有0和1可以测试得出来反应速度 A和B也是0和1的状态 下面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接收器 如果要没有这个接收器 我只能通过蓝牙或者有线方式连接 但是用有线会不方便 用蓝牙又有一些延时 这种手柄配对Xbox Series游戏机的时候 是几乎没有延时的是很好的 但是接PC就不一样了 据说这个东西如果是正品的话 或者芯片是正品的话 因为60多块钱 我也不能确保是完全的正品 但是芯片是正品的话 它也能几乎能达到这种有线的延时级别 下面正式开箱 这个是从多多上买的 我上午开的那个死分乱图游戏 他们说一看这就是后风的版本 这个无所谓了 后风的就后风的了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风的 有懂的同学给看看 我之前开iPhone14那个箱子的时候 就有人说过 你看你这个风调方式 就和苹果官网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 苹果官网还贵那么多 后来还有同学说 和他们买的不太一样 我说哪不一样 他说没有最外层贴纸 他那个最外层贴纸是经销商给贴的 我说除了那个贴纸一样 他说除了那个贴纸都一样 那这就没关系了 那也就是说经销商 在他拿到原始包装之后 又贴了一层 这个可以理解 说明书 这是延长线 这里边什么都没有 还有一个接收器 重点看一下这个接收器 Xbox的标志 这边有很多隐藏的 诶 能看清吗 这个是正品吗 懂我同学给看看 这是个U盘呢 这好像还有一个暗移 说明书 这个好像全球的 但是好像又是简体 第三幅图是摁住手柄三秒 第四幅图是插入电脑 摁住接收器三秒 然后第五是摁这个西瓜键 微软硬件保修凭证 这又是不啥 这又是个啥 产品手册 这都不重要 这个线软不软 线有点硬吧 接头感觉还可以 不太像很刺的东西 但也不太像很好的东西 这都不重要 插上接收器 现在蓝牙关了 按这个三秒 一二三 好 现在在闪 小U盘的灯也在闪 这是在匹配 应该是匹配成功了 再对比一下 这个很难测得出来 感觉怎么还是不如有线的好 我再拆有线试试 现在是有线状态 有线好像也有点厌实 现在又变成了接收器的状态 差不多 差不多是在一响的那个位置 它才变黑 然后再体验体验蓝牙 好 现在是蓝牙模式 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就是当我按下去出声音的时候 是要慢那么半拍 它不如有线还有接收器反应快 好 这60多块钱没白话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 再见